老年人容易患上关心病,心肌梗死是关心病的严重表现,如果处理不及时,通常会有生命危险,因为心肌梗死的后果较为严重,因此做好预防工作十分重要,生活中取毒不良习惯,都会导致心脏出现问题,甚至诱发病变。 下面就来了解一下,应该如何有效预防心肌梗死。 4. 平时,要注意控制个人情绪,预报任何事情冷静处理,不可经常暴怒,消极,郁闷,因为情绪波动过大会,直接引起血管收缩,导致心率加快,从而使人的心肌缺血,甚至是缺氧,又把心肌梗死,因此平时要注意避免过度焦虑,紧张,激动的。 5. 气候的变化,也可能诱发心肌梗死,因此在坏地或者寒冷天气,都要做好保暖工作,夏天则要注意防晒防中暑。 许多资料表明,气候的急剧变化,也会诱发心肌梗死,因此身体较为虚弱的中老年人,要时刻留意气候变化。 加紧衣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